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1月23日 星期四 自己真的想有個挑戰 所以今天試試跑42.195公里 一個全馬 去到最後 我終於跑完了 其實也挺開心的 今天真是很好 好了 那我們就出發了 這裡就是我開始出發的地方 這裡就是西鐵屯門站 我就差不多開始起動了 開始去跑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大段直路 一繼續去跑的話 向前跑的話 其實就會經過屯門醫院 經過屯門醫院之後 其實直跑就會去到這個紹康站 這裡就是紹康站的位置 你看到其實都很暗 其實我6點半就起跑了 好了 跑到這裡是哪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就是洪水橋的位置 其實跑到這裡 由屯門站出發 跑到這裡大約是5K左右 其實跑下去都很輕鬆 而且天氣其實都非常之舒服 繼續向前跑 在彎位轉進去 其實我現在想著跑進天水圍 這裡就是天水圍的路段 當中其實那段路都是一些車路 其實附近拍攝了很多貨櫃車 繼續跑到天水圍的位置 這裡其實就是天水圍河 其實是天水圍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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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天影路 我正在跑進去濕地公園路 其實我是經過了濕地公園的 這裡其實就是你見到的環境 其實都非常之舒服 還有那個太陽就開始出來 所以其實應該是越跑越辛苦 我繼續都是沿著天水圍河 那兩側裡面 其實沿著就跑跑進去 這個香港的濕地公園 這裡就要跑進去天水圍的區裡面 所以就要上個天橋跑的 因為其實沿著天影路跑 那段路就沒有了行路路 這裡其實就過了香港濕地公園 我現在其實在跑去元朗站 好了,這裡就是其中一段路段 當中其實就是一大段的單車路 所以其實跑路也很順暢 沒什麼問題 那其實繼續跑的話 其實這裡就是下車的 所以其實選這段路 我都覺得自己去舒服的 還有原路其實早上沒有什麼單車經過的 好了,去到這裡就真的是元朗站了 其實平時由屯門站跑到元朗站 如果是直跑的話 就大約是10K左右的 但是今天的路段 其實是由屯門站跑到天水圍站 再跑到元朗站 大約是16K左右的 其實都是平時跑開的路段 那麼這裡呢 今天就決定跑去錦上路 剛才你看到其實是經過國外醫院的 那麼其實現在這一段路段 就是這個青山公路的元朗段 那麼其實呢 青山公路的元朗段 其實都是一條直路而已 不過呢 可能就會有一段 上斜的路呢 大家是要跑跑的 那麼其實跑落呢 都開始辛苦的了 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現在應該是大約9點多鐘左右的時間來的 那麼其實呢 那個太陽都已經出了的了 那麼其實呢 跑落之後 我都覺得 嘩 真是去到錦上路附近 這個錦前的位置 其實跟著的環境是非常之靚的 那麼其實呢 就差不多呢 就去到這個錦上路站了 那麼這裡呢 就是錦上路站的停車場 那麼當中呢 其實錦上路站的停車場都挺大的 那麼你看到呢 拍了很多的車 那麼我現在前面呢 就是這個錦上路站了 那麼我現在 直向跑過去錦上路站了 那麼其實呢 由這個屯門站跑到去錦上路站的話呢 其實就大約是20K左右的 那麼其實大約就是一個的半馬左右 那麼其實都有跑開了半馬的 所以呢 都可以應付到啦 那麼跑完去到這個錦上路站之後呢 當然是元朗接返回到這個屯門啦 但是呢 當中裡面呢 都想試一下 或者一些新路跑一下 所以呢 今天呢 就去跑了這個元朗裡面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這個元朗的綠色隧道 那麼元朗的綠色隧道究竟是哪個位置呢 跑到大約薄外淤遠的附近呢 其實它轉一轉去到這個元朗公路的位置 那麼沿著元朗公路的位置呢 就跑進去呢 那麼其實我自己呢 都是Google Map找出來的 OK 好 那麼其實原路呢 其實呢 這一段路段呢 其實呢 就非常之靚的 那麼其實呢 大家呢 可以看看側近的位置呢 哇 其實呢 真的很翠綠 加上一些光線裡面呢 是非常之靚的 你看到呢 其實這裡呢 這條呢 就是那個車路 其實是小車的 但是呢 那麼 一直在這裡跑的時候呢 其實都挺辛苦的 因為太陽也挺慢烈的 那麼我們就來跑到那個綠色隧道了 那麼綠色隧道呢 其實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你就可以去看看了 那麼我現在去到綠色隧道的入口了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跑進去看看了 那麼為什麼叫綠色隧道呢 其實整條的隧道裡面呢 其實你跑進去呢 是非常之宏偉的 你看到那個情況 所以呢 今天呢 真的想給一些新鮮感自己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跑了去這個 這個 是元朗公路的位置 找到這個綠色隧道了 那麼跑完之後 穿過了之後呢 都很開心了 那麼穿過了之後呢 當然是沿路去接派 現在這裡呢 就是這個青山公路的平山段 那麼其實呢 就一路跑 跑回去這個青山公路的 洪水橋段 跟著去回這個藍地段 其實呢 就開始回到屯門 去回到屯門站 那麼呢 其實沿路呢 都有很多的 螢草啦 其實都挺漂亮的 那麼在這裡呢 其實在這裡 不斷地跑回到 這個屯門站的話呢 那麼大約呢 應該是這個 30K左右的了 OK 那麼其實這裡呢 就是已經去到這個 屯門站卓爾居的位置了 那麼前面呢 就是這個屯門站了 那麼其實一直向前跑 如果跑的話呢 其實都不夠 只有42.195公里 所以呢 其實呢 都要一直向前跑的 那麼一直向前跑的話呢 那麼其實呢 你就會見到這個的屯門橋 那麼這條屯門橋 都很有名的 在這個屯門公園的附近的位置 那麼一直向前跑 這裡呢 就是那個天后廟 那麼以前練跑的時候呢 都有跑開這些路段的 那麼這裡呢 就是這個屯門碼頭 這個蝴蝶灣的位置了 那麼其實呢 其實整個環境呢 都非常之清幽 以及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一直向前跑了 那麼跑到去呢 其實由這個屯門碼頭呢 這條橋呢 就是這個屯門碼頭 去這個屯門泳池呢 有一條的橋的 那麼當中裡面 這條橋呢 其實都有一些的斜的 所以跑上來的時候呢 都有一點點的辛苦 那麼其實沿路一直去跑的話呢 就跑到這個屯門公園了 那麼跑到這裡呢 其實呢 大約應該是41K的了 那麼大約應該呢 跑到一會兒之後呢 就可以完成我自己人生裡面 第一個的全馬了 那麼一直向前跑了 那麼其實如果你問回我的話呢 其實呢 我自己跑這個的 練這個全馬呢 其實就是練了大約 由8月開始練啦 那麼跟著去到後期呢 現在這條片你看看那個錶呢 那麼其實啊 差不多跑回去屯門站呢 就已經跑了這個 42.195公里的了 那麼非常之順利 也都呢 啊 告訴自己呢 其實呢 人生真的沒有極限的 所以大家真的看了這段片之後呢 希望你記得我這個朋友 大家努力加油 人生是沒有極限的 因為它是沒有極限的 因為它可以跟著 既然可以再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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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